哈囉大家好,我是鄭曉峰 剛選完九合一大選 我覺得 這個投票真的很白癡 台灣政治已經開始腐敗了 其實台灣一直都有一個問題 就是選黨不選人 就是那個地區可能都會有什麼生藍啊 生綠啊什麼的啊 然後都選一些有的沒的 然後也不看選的是什麼人 啊你們就是 選舉是看人啊 而且選民會被影響 你知道嗎 就是你原本支持人 然後你還有什麼祈禱效應 選他他就不會上 那我們應該要支持比較有利的什麼鬼東西 那有這種理由你支持誰你就投不誰 你還要被別人給影響 就是最不爽的就是台北市 呃我剛剛看了啦 四十幾萬的白癡去支持陳時中啦 媽的你媽陳時中那麼爛 我說過好不好 你支持講話也好 你支持黃三三也好 你他媽的去支持陳時中是有別人啊 啊你如果是六十五歲以上的話 我是沒什麼意見啊 因為老人可能就是比較喜歡陳時中 老人就很喜歡戴口罩啦 他媽死一堆人 然後一直強迫你戴口罩 這個疫情有跟沒有一樣啊 你知道就是一堆白癡嗎 他整天在那邊戴口罩 然後我就是挑戰不戴口罩喔 喔喔 有人還是問我說 喔為什麼你沒有戴口罩 欸啊你的口罩呢 咦你女子 不是啊 啊你們怎麼會在乎這些有的沒的 你知道你們戴口罩還是會缺著 你們戴得在緊你們還是會缺著 你們有戴跟沒戴一樣 一直被政府束縛 然後呢 然後再來問我說為什麼我沒有戴口罩 不是啊你戴的你有沒有缺過枕嗎 我跟妳講啦 問10個戴口罩的人 他們一定5個以上有確診啦 我來講一下 現在就是 你們就是有些人就是 把你們的嘴巴當成樂器啦 就是吃飯的時候在那邊 拿下口罩 離開的時候 再戴上口罩 再回來吃的時候又要拿下來 你們是當你們的 你們的那個嘴巴是樂器你啦 你們的嘴巴 使用的時候把它給拿開 不使用的時候把它封起來 那什麼鋼琴喔 不用的時候這樣子蓋上去 啊那個什麼 什麼質疵喔 不用的時候把它塞回去這樣拆一拆 喔啊你當你的嘴巴是樂器 喔不用的時候就把它封起來 啊要用的時候拿 你這樣子要封不封了你 你到底把你的嘴巴當什麼 我真的不懂 所以真的是有40萬的白癡 我跟你講 如果你是年輕人 你跟著你的長輩去投誠的時候 你他媽的就是台灣萬惡的根源 台灣政治腐敗 就是因為你的問題 喔 生的氣 年輕人就是要支持黃珊珊啊 喔沒事 我支持的只有高雄安上啊 就是 就是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 明明有好的人選 還有 新北我也要講啦 我自己是新北市民啊 我一直跟我家人吹票 一定要支持林佳羅 媽 侯友宜真的很爛 媽的咧 不是啊為什麼會有人覺得黃友宜做得很好 郭敏達已經給新北市做多久 然後 不是啊也沒什麼變化 然後那個一直沒有升級 然後一直治安都很 都是 都是第九 然後什麼就是那種倒數的教育也是倒數的 新北市叫New Taipei City 他應該是一個更新的台北市 他不能 永遠只是在那邊停留 我們應該要支持林佳羅 讓新北大半星啊 一群白癡去投侯友宜 哇 不是啊 但那個救護車的那個世界也沒有 也沒有講解好 不是啊 你們支持林佳羅 讓新北大半星不十二號啊 唉 所以齁 我希望 就是 其實也公投案沒有過啊 就是18歲什麼可以投票權 我覺得那個應該要過啊 就是 不是啊 就是 你們要多聽年輕人的想法啊 不是啊 年輕人 年輕人他們比較有主見啊 他們比較不會選人不選 他們就要選人不選黨啊 因為這支持什麼鐵藍鐵綠 不是啊 你們 有主見一點不要被帶動 今天台灣政治真的腐敗了 我開始擔心總統大選 要選出一個比蔡英文更爛了 所以這是台灣政治的腐敗 如果喜歡這則影片 請記得按讚加按訂閱 希望你們 以後成年可以選人不選黨 選一個會做事的 就是這樣 掰掰